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到朋友们午安 感谢您准时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资深媒体人董资深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刘史惠 大丸 东华大学教授施振峰 大家好 好 现在这个周玉寇的节目 昨天是在民事的裁决之下 疑评了 所以这疑评不光是发生在某些频道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周玉寇的节目蜡新闻 民事突然取消的联播 就说仍然维持在152台播出 原时段不变 那陈耀祥的讲法是说 已经收到30几封针对蜡新闻内容不实 跟换主持人一些陈情检举 将会依法来追究这个民事的行政责任 但是人家也解读 这是不是发配边疆战壁风头而已 你应该要有更明快的一些处理吗 或者是说你是觉得民事是金基姆 所以动作上面就是比较说 我们还在追究 但是事实上没有什么具体的动作 那我们今天也看到周玉寇透过 他自己本身的自媒体来发表了一个声明 他讲说他现在要请假 暂时停止主持 大概到10月10号才会重返主持岗位 那昨天亮哥也在网路上面 跟朱学恒的直播当中也有讲到 他说其实周玉寇的节目 是连民事高层都挡不了的吗 原来是被有分量的金主给标下来 因为他说这个时段 过去就是彭文正节目的时段 后来是因为外头的金主 帮周玉寇买了下来 然后彭文正的节目就被打掉了 所以这个时段就拿出来委外 他说一般你要听到委外节目 通常比方说是股市节目 或者是其他这种可能综艺节目 很少有政论节目是委外的 所以他说这个金主 恐怕背景也是满硬的 那我们就讲到了彭文正 就让大家想到 原来民事的节目 是不是都有这样子 政治介入的色彩 因为当初彭文正彭P 他就讲说他最后一集 这个民事 正经看民事 就在最后一集的时候 当时我跟他直播 他也有讲到 他就说明明两个小时的节目 然后破天荒 就是只播出一个小时就收了 那这样子的做法 他说就是录影中途被告知 说这是最后一集 为什么呢 因为是得罪了当权者 所以民事高层就把他叫进了 就是被叫进了总统府 决定把这个政经 看民事给做掉 主要就是因为他一直在质疑 就是蔡英文的论文的事件 当时总统府也有时候讲说 这个事情是虚构的 没有这种事情 可是如今再对照一下 你会不会觉得 好像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所以民事他们到底是股东 会做了决议 然后把这个辣新闻 做相关的调整 还是说有人指示 会不会就像是彭P 当初遇到状况 我们时间来还原一下 在王鸿威的脸书上头 他讲说是不是民进党不忍了 国家机器开始来除扣了 还是说为了挽回 这个陈时中的选情 才做出这些动作 所以是不是政治的干预 媒体的黑手无处不在 让人细思极恐 我们来还原一下时间点 9月26号上午10点钟 张淑娟按铃 到了9月27号 陈时中就有对大家讲 讲说他不会再接受 周遇寇的访问了 然后昨天的晚间 就是傍晚大概5点左右的时候 就传出周遇寇节目 取消联播的消息 这时间也大概只有31个小时 所以这是董事会的决策吗 还是说有人下了这样的指令 让大家觉得越看越觉得 感觉背后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所以扣粉就崩溃了 现在我们真的是见证到台湾一个奇迹 台湾的眼睛民视 现在变成什么 中共同路人 这大家可惊讶了吧 台湾的眼睛也变成了中共同路人 所以我们就在民进党的 中共同路人名单里面 郑保卿托党参选中共同路人 然后批评林志坚的论文 王世坚高家于中共同路人 批评疫苗的陈培哲 也是中共同路人 莱猪的苏伟硕也是中共同路人 当然包含了彭P 还有我们的这个施老师 你也在上头 然后实际是中共自己人 他位分更高 现在难道连民事的董事长蔡同荣 都变成了中共的同路人吗 所以现在真是抹红不用 无所不用其极 今天本来上午我们昨天还有快讯讲说 周玉寇很生气 今天上午的时候要去提告三个人 哪三个呢 包含了柯文哲 蒋万安 还有一个他说绿营的委员 就是绿营人士 我昨天还私底下传讯席问亮哥说 是你吗 然后他说没有 不是我 他说那个人很矮 所以亮哥否认是他 但是今天周玉寇就赶紧取消这个东西 人家可能觉得说 你再出来就会持续帮这个陈时中 以及绿营的选情扣分 那更让大家就昨天在网路上面 疯传的事情是他在节目上头 爆哭了126秒 然后他说 我被做成了这种跟陈时中的男女 乌脏影片 然后如何如何的 然后痛哭流地的 其实我真的有看一下那个影片 那只是网友就认真来讲 那是网友就是把他们两个的 就是可能比方同台的画面 一起在那边抱小婴儿的画面 旁边放一点粉红色的爱心 实在是称不上什么乌脏影片 如果真的要说乌脏影片的话 那当时以前这样子恶搞 连胜文跟他太太 弄得像是这种情色片封面 或者是丑化韩国瑜 这种才叫做乌脏影片 所以就是说以乌脏程度来比一比的话 可能不到这种程度的1% 当然涉及个人可能 就是寇寇姐本身看了会很难受 只是说如果真的论乌脏的话 那民进党做的乌脏的做法 可是厉害多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被影射跟陈时中关系匪浅 他讲法是说 这个是王宏威讲万安 你们用共产党的手法 每天逼陈时中来讲周遇寇 你一直让这个陈时中 要回答周遇寇的问题 陈时中就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真的是搞错了 因为从头到尾问的不都是记者吗 而且从头到尾说的也是你们自己 就是我爱陈时中 我爱什么什么 投给陈时中就是支持周遇寇 不都是你们在讲 这时候又变成了 抹红中共原来一切都是阿共的阴谋 所以网友真的是看不下去 就说我现在只看到食欲不正 陈时中的食跟周遇寇的欲 那我现在是不是加害人变成眼被害人 到底有没有羞耻心 还有人在讲说 你污蔑别人的时候倒是笑得很开心 也没有看你在哭 所以其实现在是不是陈时中得要断尾求生了 民事开闸了之后 现在陈时中讲法上面 也有点转变 昨天大家问到陈时中 他也承认 的确有影响到选情 但是没办法 我没有办法要他不讲话 所以他现在看起来 是很想要赶紧跟他切割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提醒陈时中 你过去用着国家给你的指挥中心的指挥官的 这样的光环 上了他12次的节目 这样子也是拉抬了周遇寇的声势 那你现在如今说要切割 怎么可能 大家早就把你们两个绑在一起 不要这样子利用完别人也就丢掉好吗 所以风平讲了一句公道话 他说养虎为患 到底是谁纵容了周遇寇之乱 我们先问一下董哥 其实你可以看到 昨天金马翔有公布了提名名单 周遇寇昨天晚上哭太晚了 不然他就被提名了 因为他很会表演 大家看这些场子不是都是在表演吗 我们今天看到了 其实民进党的选举意象就是这样 把一些无辜的人拿出来罗令一番 这个当然在他们来讲 撒狗血或者栽赃 或怎么样是对险情是有帮助的 可是现在你踩到了台湾人的红线 这红线就是一般的 大家的一个价值 觉得说怎么可以做人做到这种地步 你今天看到了 这个就是民进党其实一贯的手法 只是这次的手法太卑劣 已经让人家忍如可忍了 我觉得这个时候被拿掉 其实是他们在止血 民事 民事是一个策略体理台湾的台 我们知道那时候在党政经时代的时候 政府说应该再从无线台里面 再找出一台 那时候是有 是有另外一家竞争对手的 他叫亚太 结果是被民事拿到 亚太的条件比民事好 为什么会拿不到 因为要在民主上做一个平衡 给那时候的民进党 给他们觉得心理比较平衡 所以民事就是一个民进党的台 就是台湾的立眼睛 眼睛就是立的 从头到尾就是这样不要装了 民事董事长都是胜利的台独人士 包括郭北红 包括蔡同龙都是 包括郭记得田律师 田在庭都是 他们就是胜利的还用讲吗 那我们讲今天 做一扣因为他已经闯下大后了 闯下大后就是影响到蔡总统 一定要让他当选的陈时中 因为这一集太重要了 台北比桃园更重要 台北重重之重 一定要拿回来 蔡总统过去 在柯文哲主政的时候 受尽了柯文哲的气 在北纹下还被人家言疑说 这对夫妻好像要去办离婚 两个人坐在一块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台北市一定要拿回来 当然要把民调最高的陈时中 弄过来 那陈时中跟周一购 那当然在指挥中心的时候 一大一唱 这个时候当然是 投桃报李的好时候 可是没想到乱子出大了 影响到险局 影响到险局 当然就要你封口 在民主时代不能把你干掉 就只好叫你消消气 对不对 所以他就不见 道理就这么简单 你已经引起最高层 蔡英文的震怒了 搞成这样了 那下来我怎么选 所有东西都绕着 而且这个一丝八病都会有 不止五病 因为北台湾一定受影响 什么民进党 投什么某某人 就是投桌一扣的布条 到时候到处出来 包括那些议员 很多人恐怕就会死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一定 你就给我消失声音 这个是必然的 那他讲我10月10日后再出来 到时候你再看 看外界的气氛怎么样 不是你想出来就出来 对不对 你出来大家会马上就忘了 这些事件吗 也未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民进党所有的考虑都是嫌疾 周一扣的考虑也是嫌疾 民进党告诉你 你已经影响到我们嫌疾了 对 那大家说你自作炮已经抓不住 怎么会抓不住 你有一个背后的人 就是一个民事 民事有一个背后的人 就出钱了金主 那只要有钱叫你们干嘛就干嘛 这个民进党的金主 当然有这样的本事 过去可以把彭文正弄掉 现在当然也可以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他们这些手法 所有考虑都是政治 所有的行为都是在表演 金马奖该补提名了 对 要给他个公道 淑慧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只有六个字可以形容 可恶 可怕 可笑 我想终于扣了整个这个行径 已经超出了他媒体人 甚至作为一个人该做的事情 那一天我听他们在吵架 他说我不要脸是我的事 是啊 你要不要脸是你的选择 他说他要不要脸是他的事 对 你不要脸是你的选择 但是别人要脸 难道这个社会就是 不要脸的人最大 没有底线最大 不是这样 那一天使我在电视机前面 看到这个张女士的人 我想心都会酸酸的 尤其是我们同样是女生人 坦白说 现在台湾虽然说男女很平权 但是名声或名节这件事 对女生来说 真的还是蛮重要 蛮受伤的 可是他完全不管这一些 只为了要选举来操作这个 可是更可恶的是谁 纵容他的那一家媒体不是吗 还有纵容他的国家机器不是吗 NCC之前管到什么地步 我们如果在节目里面 讲到不要脸或讲到什么 电视台马上会接到关切 如果说有观众反应投诉 那请问一下 每天堂而皇之的利用 一整个完整的时段 在那边示范假消息 在那边伤害别人的 这样的行径 为什么国家机器可以容许呢 陈耀祥说 我们接到三十几封 针对蜡新闻的检举 只有三十几封吗 你敢说只有三十几封吗 好 如果只有三十几封 拜托今天所有看不下去的 这个电视剧的前面官 继续检举下去 只有三十几封他不怕 三十几封而已 对吧 不止 绝对不止的 所以不要再去粉饰太平了 今天他为什么会停 为什么会收手 脸书上为什么没有在一直发言 因为脸书出手了 把他禁言了 电视媒体为什么赶快把他移平 让他请假 因为影响到选举了 这是第二个可悲的事情是 我们现在台湾的民进党执政者 跟媒体之间互相绑架 互相挟持 而且互相帮忙 政府拿国家的预算 去买广告 去买置入 去给他们办活动 钳制媒体 媒体变成说 我要仰赖国家的奶水来生存 放言不就是这样子吗 每一个民进党的执政县市 大家看到每两三个月 就会有一个十万以下的采购案 是直接指定给放言的 放言就靠这个就好了 哪怕点阅率只有一百多次 或是按针数只有两个 照样验收给钱 第二个 当把这个媒体养得大了以后 有影响力以后 又来绑架跟挟持这些政治人物 你不听我的 我就在节目上骂你 所以现在算是挟持了陈时中了吗 两个就是互相依偎 互相取揉 互相绑架 陈时中说他跟周玉空 没有私下的关系 好 我就相信你 没有私下的关系 但是我问你 身为一个政治人物 你的脑袋 你的判断在哪里 你过去两年 12次接受他的专访 那时候你是全国最高的防疫指挥官 你是不是认为周玉空 是最有专业素质 最权威的媒体 你才会两年12次接受他的专访 好了 那你今天可不可以 用一个政治人物的角度评论说 他是不是还这么权威 这么专业 这么真实的报导呢 他是不是你心目中认为 最好的那一个媒体人呢 如果你不认为他最好 你为什么会两年接受他12次 你才接受了谁超过10次 你告诉我 10次的都没有 那可见你认为他最棒棒 好棒棒啊 那你今天认不认同他 你就回答这一句 你认不认同他 不要再说什么遗憾这些插话了啦 你的遗憾代表什么呢 你是为张女士遗憾还是为自己遗憾呢 所以今天不要再去说 不要再去哭说 别人把你们绑在一起 从头到尾把自己跟周玉寇绑在一起 就是你陈时中 所以我们现在都觉得说 你陈时中你明明就知道说 你这样子过去 算是陈时中有一点好像 扒着周玉寇 因为周玉寇会帮他 扫除其他的竞争者吗 让他可以有意 本来就是要选台北市长 有周玉寇这样子的一个媒体伙伴的话 可能他在选举之路会走得更顺遂 现在看起来 周玉寇好像会影响到自己选情了 陈时中马上就开始做切割 那你过去用这样国家的名气 来加持周玉寇 现在看起来好像苗头不对 切得倒是比谁都快吗 施老师 我先讲一下Coco姐 因为她是我新闻界的前辈 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她以前在联合报之前 也在中广新闻部待过 OK 其实她对我还蛮好的 OK 因为大概我不是政治人物 不过我们现在讲 就是有一点点就是说 现在有一点是 好像请神容易送神难 OK 好 其实我们一般民间 都有在讲说庙不要乱拜 因为拜到鬼会拜到鬼 所以现在不是养小鬼 是算是大只的 OK 话又说还 民进党自己是装神弄鬼不是吗 他明明是挂羊头卖狗肉 他明明没有那么台独 然后就是用芒果干 然后就是用抗中保台裹鞋我们 把两岸弄得很不高兴这个样子 OK 所以我想说就有 就是你知道自己要怪自己 不能说什么 就有自取 OK 那我回头稍微补充一下 这个民事的部分 民事当时应该是在李总统的时候 牵涉到修宪这个部分 因为他修宪门槛要比较高 所以必须要在野党来合作 所以那个时候要看起来 有点要平衡的样子 所以就是要给民事 给蔡总统她们 其实当时我们有多少人 去帮她募款 我记得当时我们都还 做行李车有没有 然后九万十八拐 大概九万十八拐 我们到宜兰 罗东等等 去募款演讲等等 但是后来怎么会变成就是 你知道变成就是一个民进党的 这样子的口袋里面 他在控制里面的 我觉得是太可笑了 不 我必须要讲说 因为亮哥在提到说 背后金主对不对 其实我们的理解 就是说这个背后里面 像我们看到这个蔡董 后来往生以后的 这些背后里面 其实都是有一些金主 那个金主其实是不分男律 我意思是说他是西瓜派的 谁是当权派他就用力很深 OK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那个只是一个节目 但是董事会等等 他们不会出面 他们的都是一来一去 公关会就是五亿十亿的 背后一个台要买是 可能都是百亿以上的 OK 当然这个还要上面去同意 你知道接受收编 做我的策意等等这些东西 其实是很丢眼的 所以我刚才说 我变成中共的同路人是 民进党里面 坦白讲说我不是民进党党员 你现在跟政言法是同级一样 是 不好意思 高兴 OK 我要讲一下说我从头到尾 阵容越来越坚强 我从头到尾就是台独联盟的 这样子就是在美国加入的 当然我有我的目标 我不愿意加入民进党 因为你知道加入民进党 他加入派系 然后为了选举出来斗争 那其实是没有道理的 我话又讲说你真正的台独 你要去说服包括蓝营 你如果蓝营没有的话 台湾变成一个 这个所谓的天龙国 变成北爱兰分裂的话 你知道变成克里米亚 那是多难看 一个台湾分裂對不對 你甚至要说服中国说 台湾独立 或者我们要如何相处 不要讲他独立那么 我们要如何和平相处 对不对 对大家都有好处 但他现在搞成这个样子 对台湾是好吗 我再讲一下就是说 我有点像是什么 犹太教徒 然后你不能变成基督教徒 但是我的信仰是对 有合作的空间 但是我是所有的 对台湾好的所有的政党 所有的政治人物 你知道这人为败 我都愿意去帮他们合作了 OK 好 好 就不像民进党 只要你不听我的话 不站在我这一边 不顺我的意 任何人统统都可以贴上 中共同路人的标签 我们先收集一下 广告中文回来